在企業身邊有星子英銀行香港經濟研究部首席中國經濟師 Chris 梁兆基 Hello Chris 你好 Chris 你好 Chris 和你談談內地方面的情況 特別談談現在的投資環境 全球的疫情反反覆覆 香港這邊就緩和了 你自己怎樣看他的投資環境 我想現在的投資環境主要是集中在未來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問題 因為現在美國長息就上了很多 但是短息就不會上的 因為聯儲局都講到明 它還沒有看到實際的通脹數據 是很猛烈的時候它才會出手 但是如果在通脹數據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的確是貴了很多的 尤其是由供應短缺所產生的通貨膨脹的問題 也都升得很厲害 但是如果這些東西 最終其實都可能會轉嫁去消費者 始終都是會的 而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認為這個通貨膨脹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還是一個永久性的現象 政府有些官員就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叫大家不用這麼擔心的 沒錯 但是我其實都不是太過擔心的 不會回到以前那種超級 hyper invasion 那種超級通脹 相信不會的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沒有通脹很久了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都需要知道 短期內的定義是什麼呢 短期是說兩三個月 還是未來一年呢 定義每個人都會不同 但是我自己覺得 在可見的將來呢 我覺得由供應所 就是供應那個disruption 供應則那裡受到那個 短缺那個衝擊那樣東西呢 我想 我認為在今年來都不會得到解決 所以通貨膨脹這個概念呢 就是說 是可以繼續說下去的 如果是這樣說下去的 這個息口呢 是那些人是應該要看上的 其實你看經濟復甦 你的息口也是看上的 是 好了 通脹出現得比復甦 又是看上的 嗯 OK 除非 你就是說突然間就是說 供應所有東西正常化了 在很短時間 那通常才沒有了 嗯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會覺得現在那個投資的環境呢 如果在這個角度那裡 我會覺得不像是一個 可以一個很明顯的趨勢直上 嗯 我覺得不像這個 那當然大家都看這個息口 即是接下來都是上會多於下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會上呢 什麼時候會開始加息呢 會不會被聯儲局一直都說 說2023年之前都不會加了 會不會真的加快了呢 這個就是現在這個爭議點了 就是那個通脹是誰看得透的 是的 因為有些人就說 就是科技難以一難看的原因是這樣的 原因就是說 摸到的東西是有通脹 摸不到的東西就沒有 就是等於 就是生活上很能感覺到的通脹 是嗎 但是這樣啊 你在網上看電影 差不多沒有成本 就是有很多科技上的東西 沒有什麼通脹 但是摸到的東西全部都有 食物 其實食物是開始有的 好像美國說的 雞都開始貴 牛開始貴 那不用說 金銀銅鐵石就升得很重要 這些 那也都 半導體 也都半導體講得明白 幾十三四十個星期 現在的 不重要是晶片都短缺 是的 這個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講晶片為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全部東西都是台灣做的 是 你改變不了客觀事實 那全世界都要晶片 但是只有一個地方做 都是靠台灣 都是靠台積電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又影響到自動車 又影響到汽車 所以你想一下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但是呢 譬如我們說 內地方面 可能是否容易看經濟的走向 內地方面是很容易看 就是相比之下 因為為什麼 因為熱情一早已經能夠受控 第二就是 所有的經濟數據 不要跟2020年比 跟2019年比 全部都已經超越了2019年的 就是疫情前的水平 沒錯 還有一些最簡單的 我什麼都不懂 你看匯率 人民幣的強勢 很明顯 去年年中 我記得我們經常都報價 去年年中7月的時候 還是7的 那時候 現在已經去到6.4 沒錯 我記得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年中 年初的時候 就是今年年初 是的 你們都問過我 我問我看6還是看 就是我怎麼看 我沒有什麼答案 就是你問我6和7 我當然是看6 嗯 那就是 這個是 就是我有 strong conviction 因為那個 point 是 第一 它的 economy 真是outperforming West of the world 在可見的將來都是 第二 就是有哪一個國家 是好像中國那樣 有一個這麼長遠的計劃 你不要管 你先放不放這個計劃 你很多國家 我現在今年都還沒搞定 像日本那樣 奧運都不知道開不開 都沒想到那個規劃是怎樣 是的 但它已經在計劃第14個5年的計劃 2035年要人均收入去到2萬美元 是有計劃 而且它可以跟到的 所以 問題就是 你買一間公司 還是買它的管理層 對不對 那國家都是 這兩樣東西 第三 就是 譬如 說債務 債務這件事 我們可以看 很窄去看 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但是 因為我研究了中國 整二十幾年 其實 第一 你看這個債務的問題 有沒有影響到匯率 是沒有的 有沒有影響到股市 有一兩天 有沒有影響到interbank market 有 那個息可能扯高一些 但是這些 這些不是就是說 我們一向想中國的經濟 就是想它這樣 這樣 也沒有可能 現在就是 每一間都夠了 也都不會的了 這是一個新的常態 應該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看 它在進步 其實整個宏觀經濟局的管理 甚至管理的預期 我都覺得是成熟了很多 但是你看看 短期出來的數據 可能都會影響短期的決策 當然 特別是CPI 其實按年升了0.9% 升幅 就是較3月份的時候 擴大0.5% 但是比市場預期都低的 你自己看來地的通脹壓力是怎麼樣呢 因為通脹其實都很影響 就是民生的穩定 通脹來說 是應該會繼續上的 但是它上的還是很低的 是 就是說你假設 你0.9% 最終去到2% 這樣利率多少 LPR大約一年底 大概是3.8% 至3.9% 沒有什麼問題 OK 但是我自己覺得 大家投資者也好 或者分析經濟的人也好 其實都已經忘記了通貨膨脹 忘記了 因為太久沒有 那就是說 由0到1 或者由0到2 看你怎樣 你可以放大風險來說 如果現%升了200% 那個數字很害怕 但是那個 context是 由0到0.9% 那都仍然是很低 第二就是說 你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有輕微的通脹 不是應該整天是沒有的 甚至可能如果有通縮 大家更害怕 是啊 沒錯 其實還有 這個也是反映著 經濟recovery的其中一個信號 我又不要放那麼大 有時候很矛盾 希望經濟好 但是到通脹來臨的時候 又擔心色魔來襲 這個就是中央銀行還壞了這些投資者 這個是他們搞出來的 你經常包底 其實你只知道這件事 你什麼都不用分析 你只知道中央銀行肯包底的 你躲起來買東西其實是不用分析的 那製造了一個這樣的環境 其實是不好的 但是我們變成吸毒了很久 你現在要正常化你不習慣 但是我必須要提 有輕微的通脹不是壞事 是啊 你自己看回內地方面 既然接下來你都猜 它會有通脹壓力在那裡 特別是經濟方面都一定是好的 其實那個政策上面 尤其是貨幣政策 鬆還是緊呢 貨幣政策最好就是什麼都不要動 維持現狀 沒錯 有時候不一定要動的 老老老老實實 現在全球COVID的情況 沒有人知道會怎樣 繼續反反覆覆的 真的 因為問題是就算中國好 其他地方不好 都會對中國有影響的 不可能是封閉色的 是啊 那個point就是 起碼就沒有了incoming tourism 剛剛才沒有這件事 所以那個問題來講 由於這件事 是大家之前沒有任何的經驗 央行其實不用這麼快 抖個頭出來 去做這件事 因為沒有 不用心急 你做得對都沒有獎 是不是 但是你太早做的時候 發覺原來 global momentum 又 slow down 那你無謂做罪人 如果我是政策的 就是說通脹還通脹 我寧願遲些做 我想在現在這一刻來講 growth都是比通脹重要 通脹大部分影響公司的input cost 他們的margin會收窄 是 這個是必然的 如果那個margin不收窄 他就一定要pass給consumer 其實可能要試一下 當然你又要擔心競爭 不敢pass 所以就造就了 以前變成了一個bias market consumer經常 是always the one benefit everything 你明白嗎 可能要平衡一點 那當然是 不然貧富懸殊 都會進一步確闊 在這一刻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之後繼續跟Chris 聊天內地方面 出了人口普查數據 如何反映內地實際情況 繼續回來這部分 都是專家開麥克風 我們的專家有這位嘉賓 星子英銀行香港經濟研究部 首席中國經濟師 梁兆基的Chris 休息之前跟他說了 現在央行方面的一些政策 特別是息口的走勢 其實我們說國內方面 其實政策就多變了 剛才說了 內地方面最好 你說按兵不動 其實我們說按兵不動 但是在花錢上面 應不應該多花一些 你自己是哪一個角色 你說消費者 內地方面 內地政府方面 內地政府方面 我想他們今年的財政政策 都是收緊一點 你看他們的赤字 預算赤字佔GDP的比例 今年是小時候 也代表他們不想再確張 所以我看到他們成熟了很多 他們不會盲目擴張 去製造GDP 要多高 還有你看看他們多保守 今年預測是6% 我的預測是10.3% 第一季是18.3% 他們現在很保守 這個是好的 但是我們經常說內地經濟就是三頭馬車 其中一個內需其實都很重要 特別是現在外來遊客方面沒有 其實都很靠內需去支撐 怎樣去鼓勵民眾方面多些消費呢 這個鼓勵民眾多些消費 這件事 需不需要政策配合呢 需要政策配合的 但是這個政策也是以前走了捷徑 老老實實 你怎樣會消費多些 正常你的收入增長 就是你的工資 最重要是看著自己的荷包 沒錯 但是你的工資增加 但是工資增長是有限的 而且工資增長不會一年幾次 一年最多一次 我都未聽過有一間公司 可以是一年有兩次的增長 一年有幾次都已經 一年有一次已經沒有好理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在消費 我想任何國家 我覺得在過去這十年 十多年 我覺得全部都是因為資產價格膨脹 而去驅使出來的消費 我覺得是為主 我自己覺得 你說要買的 你平時如果你消費在運動 那不是很多錢 但是我想你不只是問 我消費在運動 當然不是 你只是買一些固定資產 是啊 就是這件事 炸磚頭 是啊 來說 這件事永遠都會有需求 但是問題是 那個價格 比如深圳上年升了三成 樓價 樓價升了三成 那 所以你那個分析 你要想 為什麼深圳會升了這麼多呢 因為深圳全國最厲害的人 都去了那裏 那裏 那是中國的科技成的 role model 是吧 將來也有很多東西在這裏發展 那這裏來講 如果你這些角度來講 你還要看2035年的人均收入 說要去到兩萬元美金 現在他們都已經有了 那到2035年深圳可能去到四萬元美金 一個W了 如果去到三萬至四萬元美金 你覺得深圳的樓價將來會怎樣呢 那現在這個角度 還不是貴的 還可以去的 所以其實你去想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去想樓價這件事 不是Benchmark的History 是Benchmark這個 尤其是中國 一個變得這麼快 和增長這麼快的地方 你是Benchmark 那裏將來的機會 你這樣看 但如果你看這個History 你永遠都不明白 我買不起 看不明白 一路都覺得買不起 一年買不起 第二年買不起 經過十年你都買不起 所以我其實就是講 一個 其實我們分析上那個框架 其實很多東西是outday 真的outday 你再是用那個去想 你解釋不了 那現在的思維應該是怎樣 唉 我都說 就算你剛才問我 中國全國很大 但是你只看南中國 又或者你vs天津 他們都已經有消費行為的不同 所以你要講中國是aggregate 如果他講消費行為是很難去 你很難去一個平均去 對 你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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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aggregate 就是說 政府最重要是manage到利率要穩定 匯率要穩定 那這樣東西 全部人都是見到同一件事 但是你說實際的經濟上的行為 真的是很不同 這件事 譬如我自己 你問我 對樓的剛性需求 那樣東西 是有的 但是我們又說 我們又可以fow into 另一件事 人口老化 現在 你看回第七次的人口普查數據 都看到 總人口都有性 但是數據裏面都反映了 其實人口老化的問題 其實都在國內有出現 是的 人口老化根據理論 就是消費又會減少 勞動力又會減少 勞動力又會減少 勞動工資又會上升 這些是不好的事 但是你要記住 這件事是發生得很慢的 是一個slow motion的事 我們又不要覺得這件事 突然間會出現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是一個慢性的事 又或者在這個慢性之中 國家都會給一些藥 是的 沒錯 這個政策是推動的 沒有的 那你就將退休年年齡 就是將它調升 三孩政策 沒錯 但是問題是二孩政策 不是成功 不是說 頭那半年 可能真的多了一些出生日 開放了之後 但是之後其實又回來了 如果不是 就看不到這件事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世界 大家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說大家要變通 可能要小的family size 不是以前大的family size 還有就是說 你自己的前景是怎樣 養了一個小朋友 有很多的顧慮 是的 在教育上的競爭 教育上的壓力 有很多是non-economic factor 是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那個economic factor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你 不只是能夠看economic factor 去解釋到 這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說 那個人口是老化的 這件事也不是中國獨有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全球都很多地方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你又想一下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以往的思維 就是要small family size 要facible 要彈性大 你可以說這個是一個fashion 你又可以說 樓價太高 樓的地方都不夠 越住越小 越住越小 香港人現在最深深明白 沒錯 香港是明白的 這件事 但是 國內怎麼小都大過香港 但是好了 怎麼養這些小朋友呢 還有跟戶口制有關係 如果父母又去了其他地方 做事 帶孩子去 他們沒有戶口 沒有戶籍就有 沒有戶籍 如果他不出去 在原本的城鎮 那個機會又怎樣呢 很複雜的問題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很難有一個 定論 不是很難有一個 絕對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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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有些省市的population 是年輕過某一些的 一定是的 我沒有看過數據 或者這樣說 成熟成市 可能他們想的事情 會考慮的因素 或者深圳 或者可能是科技城 或者是 它會吸引年輕人多一些 可能會不會是population 會年輕一些呢 這個有可能 這個也很正常 這個很正常 但是我沒有看過數據 這些事情 但是一件事 如果你是看到那個國家的人口的年紀 開始老化 應該是開始要想兩件事 第一 就是 我先說 就是在那個 維持增長的方面 那你就需要用科技去做augmentation 機械人 OK 這些日本已經在研發想法 是的 或者很多的軟件 代替人 那 as for as long as 這些東西 可以將公司的input cost 是可以將 人工上升 長期人工上升 這些東西 是offset 抵消 那是ok的 那是ok的 那就是說 科技的政策 一定要是針對 怎樣可以translate into 低一點的成本的方向 成本未必一定是錢 時間都是錢 economize 那些東西 省一些時間 都是錢 我想這個是一個主張 另外一件事 當然就是那個 那個 威貌 就是那個社會福利的問題 你要開始去想清楚 將來 那麼多老人家 怎樣去幫他們 那好了 在那個health care 這方面 就是護老 醫院 各方面這些 住宿的配套 那樣東西 你都要全面去想 這樣我們才可以 就是一個 好 就是一個 統一的solution 就 一個國家面對這樣的 就要想這些 嗯 我們經常說 內地還有面對一個 城鎮化的問題 以往都說 希望農村 能夠去到城市 就是城鎮化的推動 其實一直都在做的 這個對於內地 一些大城市方面 房產市場的需求 就會越來越大 怎樣看這一點 會的 這個都跟戶口制很有關係 是 因為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其實他們已經 他們的公眾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超載了 所以戶口這方面 它不是那麼容易開放給其他人 但是三四線城市 這裡可以做快些 是 可能就是說 那個property 就是中國的房產市場 也都應該接下來上升那個軌跡 應該三四線城市 是會跑贏一二線 不計深圳 深圳有另外一個想法 或者大灣區有另外一個想法 因為你有機會的 高追不要緊 看你怎麼想的將來 而且他們的變數會大一點 沒錯 大灣區就扔著粵港澳 整個規劃 你認為房產政策方面 需不需要進一步調控呢 其實現在的數是挺厲害的 我都說去年深圳剩了三成 習主席也都再強調 樓是要來住 不是要來炒 多番強調 是的 多番強調 你都看到今年的發展商 其實都很倒數 似乎可能我有一個感覺 可能會調控一下 可能會 什麼時候調控呢 很難說隨時 我覺得今年會有調控 但我不會覺得是很難 因為今年畢竟 Kofi剛剛復甦之後的第一年 我想他想一些穩固一點 第二件事就是 7月1日共產黨一百十年紀念 值得紀念的日子 是的 所以我相信調控來都不會太猛 這是正常的想法 但是調控的可能性是高 那有什麼意見給投資者呢 如果真的要投資中港兩地的房產市場 正如我所說 其實就是說 這件事情 又不只是看上升壓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是用到的話 那你始終都會 即是用家角度 是的 你用家角度始終都是 大灣區 自己是用到的 可能深圳 不要說深圳 深圳太貴了 廣州其實是OK 中山是很OK 最近很多人提到中山 中山簡直是很正的 即是零的環境 尤其是城市規劃 又很舒服 那裡還是便宜的 這些其實 用家可以看一些 但是三四線城市 香港人未必說 真的這麼熟 但是我就覺得 記得要做一下功課 但是我認為就是 再加上我們現在 直接上不去 你想想一下 不能夠實地考察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就認為 如果國內是要繼續搞成振發 而他要繼續開放的戶口制度 我想主要是針對三四線城市 因為是一二線城市 overload 如果大家投資國內的房產市場 特別要留意 一些政策方面的走向 以及要多做功課 希望遲些可以上去 實地考察一下 今天謝謝梁兆基 謝謝你